大家早 在今天封面要接近的降雨的状况 时而会出现 还是要提醒您 第一个外出要被雨聚 第二个雨气行车要注意安全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未来一个礼拜 我们的天气状况 要怎么样的变化了 在今天明天跟后天 这三天来说 局部性的震雨或雷雨会出现 山区的部分都容易有浓雾的状况 封面要接近了 你水沟疏通了没 没疏通赶快疏通 有四天的时间是有雨的 那到了礼拜一的时候 雨的部分会随着而减少 因为最主要封面要逐渐的远离了 所以会有雨后转为多云的天气 不过在星期天到星期一的时候 因为东北风开始吹了进来 中部以北晚上的低温 就会降到17度的低温 明显偏凉 北部的高温也只剩下22度 那江雨状况在礼拜天 到礼拜一的时候 北部地区只剩零星短暂雨 中部以南的江雨状况才会增多 但到了下礼拜二三四的时候 天气晴朗气温的部分开始上升 因为最主要就在于说封面远离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彩色云图了 云图上面可以注意到 封面已经到了我们台湾北方的海面 而整个水汽的发展 也逐渐的开始进入我们台湾的陆地 封面前的水汽当它进入的时候 就会有局部性的比较大的江雨出现 尤其再加上海面到陆地的第一段的地形 抬升的作用 使得在海陆交接处的有些低洼地区 当大雷雨瞬间出现的时候 雨不用下的时间多一两个小时 相对的就可能会有一些积水 或者是瞬间淹水的现象出现 那这样的雨很快的 当雨带走了之后 雨的部分又停了 切记没雨的一个最主要 它雨不是一直下 但来的时候可是又大又急 在这一段时间到六月中旬之前的时候 大家都要特别注意 有时候这种瞬间强降雨的出现 我们接着来看看 今天晚上的地面天气图 今晚的地面图可以看到 封面在往南移动 北方的高压开始下来了 明天东北季风开始吹进来 到了后天东北季风的强度会更强 那降雨的状况 也随着封面往南移动 风前的南部地区有雨 丰厚的中部以北地区的降雨 在六日以后反而会再减少一些 所以整体的降雨形态 说到礼拜天的时候 东北季风偏强 封面再往南移动 下周一的下午到晚上 封面就远离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舒适之下 但白天的高温部分 也随着云量多 温度下降一些 歪岛地区都会有雾 台湾奔岛部分 北部27 中部28 南部30 雨区行车要注意 东半部山区有浓雾的现象 小叮嚀两件事情要提醒 水沟赶快疏通 严防积水 还有雨区行车提醒你注意安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 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 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宝气 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 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 好几千次